吴梦达,一个跨越了三代人的时代符号 从影40月年,他创造了无数经典的形象 作为香港电影里最会搭戏的黄金配角 一幕里,他带给了我们无数幻想 一幕外,他也带给了我们无数感动 那个,前不久还在说 只要自己不死,他不退休 我们总会再见面的老头子 是我在这个不断告别的年代里 最不想告别的几个人体 那个,还是以前说过那句话 我还没死,他还没退休 一定有机会 寻门溯源,一路前行 大家好,我是小鹿 今天的主角,是我永远说不出再见的大叔 我梦达 大叔,大叔 大叔,大叔 原来是大叔 叫我爸 James 爸 Follow me 1990年,电影《赌盛》以4132万的票房 打破了香港电影最高票房纪录 看似是周星驰嫌疑翻身 成为了受人尊敬的心眼 但其实,这是电影史上最完美两人组合的大获成功 提及周星驰,就有吴梦达 这对影响了起码三代人的黄金组合 他们能够预见,其实单纯只是命运的巧合 据吴梦达回忆,那时的周星驰还是一档儿童节目的主持人 而吴梦达已经是电视剧组的老前辈了 是因为拍摄电视剧盖世豪霞 才知道原来双方救助得很近 吴梦达不会开车 周星驰就成了老前辈的司机 上班的路上,俩人就会聊起昨天拍的戏 戏里的俩人是长辈晚辈的关系 戏外俩人就觉得 这种关系是否可以做一些不一样的改变 结果聊着聊着,吴梦达就被打动了 作为家里面的长子 吴梦达在家里是一路贵大的 这种成长环境令他始终不知道怎么去面对自己的父亲 而现在是演戏 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 说干就干 俩人在戏里开始了长辈和晚辈的关系颠覆 长辈就非得板着脸吗 并不是 相反,长辈也可以和晚辈做朋友 而这种颠覆性的演出 在播出之后收拾非常的火热 公司也趁热打铁又拍摄了一部 它来自江湖 但是吴周二人的改编 也让当时TVB的编剧非常头疼 虽然是气话 这两个人却拼命捂着嘴巴强人笑意 这两个奇奇怪怪的人就是吴梦达克周星驰 因为害怕电影票房不好 两人只敢在午夜偷偷溜进去电影院观察 等看到观众们都笑得人羊麻烦的时候 周五二人知道属于自己的时代到来了 此后的日子里 两人合作了几十部电影 几乎每一部都会塑造一个全新的经典形象 神死观里 他是处处被周星驰智智商压制的呆之线 第一次跟他交锋就赔了五十两印子 赌胜里 他是见钱眼开的三叔 知道新载有特异功能之后就想用此赚钱 宁愿自己挨打也不愿意心窄受伤 可谓是爱才爱到了极点 五壮与苏琪尔里 他是大字不识一个的文盲将军 虽然是一个败家老爷 但也是一个爱子如命的慈父 陶学威龙里 他是明明胆小怕事 却还要在女上司面前摆架子的 重案组织户曹大华 但其实他真正的身份是金剧制造者 你在教我做事 你在教我做事啊 我还没上车啊 我没上车啊 我没上车啊 少林足球里刚出场的他是一个落魄潦倒的瘸子 而曾经的他是最得志的天才球员 那个一半脸带着笑 一半脸带着哭的表情 是他演技登峰造极的证明 写剧之王里 他是严肃认真的警方卧底 不是演员圣死演员 用生命表演一场绝不恩恥的戏码 也是从他身上周星驰才明白了什么叫做演员 什么叫做演技 如果要用一句电影台词概括吴梦达 我能想到的就只有这一句 我才是最应该赢的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 除此之外 不做他想 我才应该拿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 吴梦达的演技到底有多好 连曾经的金像奖主席陈家圣都坦言 欠吴梦达一个金像奖影帝 但是你知道吗 天堂掉入湖底 刚刚经历了火铁花给他带来的成功 现在的他只是一个欠下30万赌债的丧家之权 公司将他血藏 朋友骂他是烂尼 就连曾经玩的最好的朋友周润发也不愿意借钱给他 他一度想要自杀 就在家附近的水塘 跳进去就一了百了了 但最后还是没有鼓起那个勇气 但吴梦达鼓起了更大的勇气 直面这个惨淡的人生 接下来四年的低谷期 他努力地钻烟演技 真正开始将表演作为一门饰演 终于在1985年 他在电视剧《新扎师兄》里 饰演梁朝伟的校官东山再起 人们终于见到了一个与往日不一样的吴梦达 可以说如果没有这段日子 那么就不会有以后演技成熟的吴梦达 也不会与周星驰发生如此爆炸的化学反应 毫不夸张地说 周星驰的电影只有一个男主角 那就是周星驰 也只有一个男配角 那就是吴梦达 就像小品界的陈佩思和朱时茂 周星驰和吴梦达 不仅是无厘头喜剧的开创人 更是喜剧电影史上的天花板 已经空前 或许绝后 并且这两个人 就连现场表演相声 效果也是没得说 还是1990年 第23届TVB台庆 周五二人上去表演的相声 充分体现了什么叫做 戏剧来自于生活 也解释了为什么说喜剧的内核是悲剧 要的 所以我决定由今天开始 将我的人工减一半 我决定由今天开始 要求公司 痴我头到拍我古装 吊我 把我做到人不像人 狗不像狗 我决定将我银行的储蓄 小小储蓄 奉你给公司 我决定叫我妈一起来这里洗厕所抹地 来报答公司对我多年的栽培 不收钱 喂 跟我们今天讲开讲 喂 今天你有没有钱收 啊 没讲过 但这个世界总是在不断变化着 曾经亲密无间的两个人 也会因为这样那样的问题 变得疏远很少联系 吴梦达说 自己也不知道他们两个之间到底是怎么了 但是他说 毕竟相识一场 缘分都不容易 如果有机会 还是希望能够坐下来 好好地聊聊 往日种种就够了 是的 人这一辈子能有几个知情 我梦达和周星驰 能够相识相知 已经是一段很难得的缘分了 更别说一起拍了那么多部经典的作品了 但如今 想再看到这两位同空出现在大一幕 已经是成了一场回不去的梦了 大叔 作为影迷的我们 永远怀念 怀念 那个口鞋眼歪 手还抖的曹大华 怀念那个笑容值得载入教科书的黄金右角 怀念那个 寒后中带点狡猾 狡猾中带点可爱的二党家猪八戒 怀念那个永远的 黄金配角 吴梦达 敬礼念 多少人曾爱你清晨幻常的时辰 爱慕你的美丽 假意或真心 只有一个人还爱你清晨的灵魂 爱你苍老的脸上的皱纹 恢复你老了 夜眉低沉 灯火昏黄不停 风吹过来 风吹过来